第二個防身策略發生的時機 在於歹徒在評估的這個時候 那我們說的這個策略的名字叫做拒絕成為目標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想說 哎呦子睿你取名品位怎麼這麼差啊 怎麼這麼直白就叫做拒絕成為目標啊 這是因為他的英文就叫做target denial 那我直接從他翻過來 所以就叫做拒絕成為目標 那他的道理是這樣子的 假設我們那個前一個部分 好吧我們因為某些原因 我們不要管是為什麼 總之我們沒有辦法預防犯罪的發生 我們沒有辦法消除掉那些條件 那我們還是可以往不被選作目標的這個方向努力 因為我們知道略實性暴力的這個歹徒 他們會挑好欺負的這個目標下手 那這個應該是算是個嘗試了 那我相信就是這樣 那在犯罪學啊 在這些學術領域裡面 那當然我們不能講話這麼粗鄙 就說啊這個叫做好欺負叫做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下手 所以說他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名詞 叫做受害者篩選機制 來描述這種不管是有意識 或者是下意識去挑選那個好欺負的目標的這個 process 那麼所以說我們現在知道這個 victim selection 這個關鍵字是長這樣子的 那歹徒就是會透過像我們剛剛在醞釀過程裡面提到了 透過觀察透過互動去評估一個目標 他是不是脆弱的是不是好欺負的 那反過來我們防身者 我們在採取這種拒絕成為目標策略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透過兩個方法分別應對觀察跟互動 我們透過累積硬目標特質 以及不通過受害者測試這兩個方法 去消除自己身上所展露出來的脆弱性 那進而去干預歹徒腦中的那個受害者篩選機制 讓自己不要被選作那個目標 好啦那既然要討論這個 那勢必一個關鍵就是所謂的脆弱性 那哪些人是脆弱的目標呢 那首先我們知道如果你對這個醞釀中的危險 完全不知情 就是對方都在接近你了 然後你還覺得好像一切都很和平的走在路上 那種人絕對是一個很脆弱的目標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危險會發生 那我這邊可以做一個更具體的比喻 就好像譬如說各位在打電玩啊 或者說假設各位有在賭博啊 那是不是那種不懂規則 然後那種明顯飄出菜味的那些人 菜雞就是你去虐菜最好的這個對象 包含說遊戲裡面你要賺積分嘛 或者說賭博 你就是要把人家的錢贏過來嘛 那就是這些不懂規則 還搞不清楚的狀況是最好削的那群人 那在犯罪裡面也是同理 歹徒就是會去找那些很明顯的 不知道危險要發生的這些人 他在他眼中就是那些菜雞 那先恭喜各位 因為你今天在星期六下午 你花時間來了這個讀書會 你剛剛已經在第一部分理解了 這個暴力的一個醞釀過程 你已經知道暴力是什麼發生的 所以至少各位已經消除掉了這份脆弱了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些更具體的脆弱性有哪些 那首先我們先說說有哪一些脆弱性 是可以遠距離的時候就觀察到的東西 那第一個是體勢能等級貧弱 那為什麼他是脆弱的 他也很直觀 因為歹徒看到了這樣子的人 他會知道說假設我接近這個人 OK他可能想跑也跑不掉 因為他可能一把就把他抓回來 他要打他他也打不過 那當然這個人就是他可以命令他把他的錢交出來 或者說他可以很輕易的傷害他 然後歹徒不用擔心自己會被反擊 所以毫無疑問的這樣子的目標是脆弱的 那第二點性格軟弱順從 那這一點可以從譬如說他的行為舉止 包括說他的眼神 他的一些臉部的表情 或者說他講話的那種語氣音量 走路的那種姿態 他可以看出來一個人的性格 是不是這種軟弱順從 那如果是軟弱順從的人 他也同樣的同樣的道理 他碰到事情的時候 可能更大程度上他會嚇壞 他會愣住他不會反擊 他會更容易操控 或者說我們剛剛提到的那種 用話術去騙他的信任 這種人可能也更好下手 所以說這樣子的目標是脆弱的 那第三點 如果有一個人他心不在焉 他戒備程度很低 比方說他在玩手機好了 就是他可能還掛著AirPods在街上這樣走 就算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肌肉男 然後他就是手盯著這個手機 然後這樣在玩 等到歹徒走到他面前 直接拿槍指著他的時候 那個肌肉男大概也是要嚇一跳 兩手拉起來就是投降的 因此這種渾身破綻的人 同時他也是一種脆弱的目標 那我們當然就是不希望身上 展現出這樣子的特質 那因此我們反過來 我們透過累積硬目標的特質 去改變這些展現出來的脆弱性 那我們當然啊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這就是一個反過來的過程 那去培養你的體識能 去培養你的性格 還有就是保持你的這個警戒心 保持你一定的這種所謂的狀態意識 那這就是累積硬目標特質 一個很粗淺很粗淺的一個做法 那如果你對於更深入的這個細節 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在進一步的延伸閱讀我的網 那我接下來要繼續介紹的是 有哪些脆弱性 那是我們在互動中 那讓歹徒去評估的呢 首先第一點 不敢四目相對 這也許是一個蠻常出現在這種討論裡面 到底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是要看著對方 還是說我不要看他 因為有些人說你看著他 他才知道說你不怕 他才不會覺得你好欺負 可是有些人就會說你看著他 這個他會覺得你是怎樣 你是看我沒有 然後他就硬要來 好像覺得你在挑釁 他硬要來攻擊你 你會不會激怒他 那這是一個 我覺得剛剛這兩種講法都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好像這還是在一種社會性暴力的那個地方來講說 好像我要證明你 我很強 你不要來欺負我 還說我要跟你證明說 我好像我在挑釁你 其實這裡面的互動性在略實性暴力裡面 這互動性是沒有那麼強的 我自己認為要看著對方 看著對方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看著對方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即時判斷情勢的變化 即時做出反應 反過來說 如果你把視線移開 你不敢看著對方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你已經放棄去繼續觀察這個情勢 你選擇把視線移開 你等於傳達出一個信息跟他說 這個情勢我不想處理 我只是在心裡祈禱 拜託事情不要發生 拜託不要 那這樣子的人當然就是一個脆弱的目標 因為他根本就已經不想要介入去改變這個事件 所以我會給大家一個建議一個口訣 就是他如果看你 你就看他 他如果沒有看你 你用眼角看他 不論如何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個人感覺是怪怪的 你希望某種程度上 把他保留在你的視野範圍裡面 目的不是說好像跟他大眼瞪小眼 比說哎呀我很猛啊 我不怕你啊 不是要show your dominance 不是這個樣子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假設他真的有什麼動作的話 你可以即時反應 這是面對掠實性暴力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有些人他對他這種個人空間比較不敏感 他可能會覺得 人家來跟他是不是來跟他好像 麻吉麻吉 跟他好像很friendly這樣子 然後來勾肩搭配啊 或者說 把你的手拉起來說 給你一個什麼東西啊 怎樣怎樣 如果你對於這種被個人空間的這種縮短 不太敏感 或者說你被縮短以後 你沒有試著再重新建立 把這個距離建立回來的話 那這也很明顯 這是一種 就是脆弱性嘛 可能你覺得說 哎我現在離開距離 是不是有點好像讓人家覺得說 哎我在戒備他 會不會這樣不太好 等等等等 那當然這就是一個 如果你不願意做這個事情的話 一 你距離這麼近 那你就在他的攻擊範圍裡面 他要是突然出手的話 你根本沒有反應的這個時間嘛 可是如果反過來 他跟你保持個大概五步的距離 他如果要攻擊你 不管怎麼樣要衝過來 那可能都還有那個半秒一秒的時間 你會發現 哎呦他是壞人 你還有辦法趕快跑走 那這就是這個差異 所以說如果你 能夠容忍他人 侵入你的個人空間的話 那這毫無疑問的 這是一種脆弱性 那最後第三種 就是我們講到的這種 缺乏組件 那像剛剛的這種 你可能明明直覺就覺得不對了 可是你假裝沒事 然後你選擇說 我無視歹徒 我不作為 我不要惹他就沒事了 那這毫無疑問的 絕對不行 就是他越看到你 不敢動作 他越知道你是一個脆弱的目標 那我們不要做到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不要 以上的這些事情 是我們希望在互動中 不要展現出來的這個 做出來的這個行為 那反過來 用視線去瞪你去看你 或者說去走到你身邊 去跟你搭訕 去跟你就是好像說 去測試一下你的反應 然後 這個我們可以說 這是一種叫做受害者測試 他可能是有意識 或下意識 做這個事情 那歹徒透過這種 受害者測試 他一方面 嗯 就是在這種互動中 他 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你要先進入這個攻擊範圍 會有後續這些事情 可是事實上 進入攻擊範圍之後 歹徒的這種評估 很有可能還是會繼續下去 並不是說在那邊就停下來了 那 他仍然會在這個地方繼續評估你 那我們就希望 嘿我們辨識出 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們 不要通過這個考試 我們不要通過這個測試 那進而達到 拒絕成為目標的這個 這個 這個功效 那 接下來我給各位看一個 實際的攻擊影片 裡面有人被打 如果有人對於看到這種影片 會覺得比較不舒服的話 可以先把它 先把就是 視線轉開 反正你聽聲音 你會知道那個影片結束了 那我就開始播放 那我想要看到各位的 讓各位看的是 千萬不要做到 像我們剛剛說的 視線距離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了 那總而言之 剛剛這個狀況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你可以回去自己再去重放 我在讀書會 我就不再把剛剛那個 比較暴力的影片再放一次 那總而言之 那個目標在走的時候 首先一 他們一直保持著 相同的距離 那個 那個 目標並沒有試圖 重新建立安全距離 他放任那個 那個人在騷擾的階段 一直跟著他耳邊 在那邊大吼大叫 他沒有試圖去重新建立這個距離 然後二 他的眼神一直沒有看著對方 他一直走他自己的路 然後他完完全全沒有打算採取其他動作 他只是走他自己的路 最後在他視線移開轉開的時候 那因為他把他最脆弱的背後 就是對著他的歹徒 那個攻擊者 那這個時候攻擊者攻擊他 絕對是 好無防備的這個狀態 等於說他是自己把他的後背 送給那個攻擊者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 非常非常不好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這邊想要告訴各位 用這個事例告訴各位的是 絕對不要無視歹徒 我們從小到大 可能在學校啊 在這些父母師長告訴我們 通常都是這種 你碰到那種在欺負人的小朋友 你不要理他 他自討沒趣 他就自己走掉了 或者說 對方就是故意要來 就是好像挑釁你 要讓你生氣 讓你失去理智 所以你不要隨之起舞 然後好像說 你這樣你要是跟他 就是一般件事你就輸了啊 然後你如果對他產生反應 他就是在找機會 要看你有反應 他就是要用這個當藉口來揍你 或者說 對方還在動嘴而已啊 還在講話 我們也不能現在動手啊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對方就是因為是掀起了歹念 他已經是壞人了 所以才會來接近我們 那你這個時候才說 因為我去做了一些反應 所以才害他生氣 變成壞人來打我 這是倒果為因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壞人了 他只是 他要打你 他只是可能還要找藉口 還想要在那邊觀望一下 才會有這樣子的 讓你有這樣的錯覺 那絕對不要不理他 因為他不會自討沒趣就走掉了 歹徒如果是這種過程型的 劣勢性暴力 他獲得樂趣的方法 就是透過傷害這個目標 所以他不可能在還沒有獲得樂趣之前 就自己走掉 所以不會自討沒趣就自己走掉 他也不是要故意挑釁你 要讓你失去理智 他根本不care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東西 是劣食性暴力 他不是像社會性暴力 好像要故意要讓你知道 我不是好惹要來挑釁你 沒有這個過程 這是不適用的 那第三 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產生反應 你去好像跟他嗆他回他去怼他 讓他產生反應來對自己動手嗎 不是 你就算不反應 他一樣會動手 剛剛那個勢力也告訴我們了 那最後對方只是動嘴而已 我們不能先動手 這個大致上是對的 因為我們畢竟法律上 可能這樣很難主張正當防衛 可是你不一定要無視他 你就算不動手 你也可以趕快就跑到對街去 或者說跑開跟他建立距離 或者說做好出手的準備 而不是假裝沒事 繼續往前走 假裝他不存在 這是我希望各位 絕對絕對不要做的事情 這個非常非常的危險 好 那最後我們針對這個拒絕成為目標 我們稍微做一點總結 那總而言之 我們知道歹徒腦中 會有這種所謂的受害者篩選機制 那他會去篩選這種脆弱性 那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去消除自己身上的脆弱性 進而讓自己不要被選成目標 因此剛剛我們去瞭解了歹徒評估目標的這種 脆弱性的評估的這個具體的這個內容 那解決方案很簡單 剛剛講的那個比較複雜 什麼累積應目標不通過受害者篩的事 所穿的就是盡可能讓自己成為強者 或是至少不要看起來像一個弱者 那我在這邊稍微做一個停頓 看看大家有沒有想要發問的地方 我是剛才發覺說你剛才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超市出來啊 拒絕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剛才你講的第二項 是的 不要 雖然他當然最好是連他都不要過來問你 那最好 展現你的肌肉已經大到 直接可以把它震開 那這樣最好 但是如果沒辦法這樣的話 他接近你 那他只是在找一個時機動手而已 所以剛剛 這剛剛有人問的問題說 那你會不會說你這樣因為拒絕他 他這樣的動手 可能會 但是即便你不拒絕他 他還是會動手 只是他在更晚的時候動手 可能會進入更危險的時候動手 沒錯 你以為你順從他 就避免他動手 其實不是是延後他動手 而且增高他動手的不確定性 你越早拒絕他就說不行 我不要 我不用你幫忙 但你也不用拒絕他 或者罵他髒話 不需要這樣 但是就是告訴他說 我不要 就把那個線畫出來 他可能會動手 但是這只是把動手的時機提早 並不是說因為這樣而引發動手 我覺得這可能是很容易產生的一個誤解 就是說 因為你這樣講 就不要拒絕他 他就不會動手 其實他只是到更後面動手 動了更多的手這樣 沒錯 庭位這就是完全抓到這個精髓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也補充一下 我突然想到 好像有一個心理學的實驗 就是那種好像說得寸進尺 就是假設說今天我先拜託你一個小忙 如果你答應了 接下來我再拜託你一個更大的忙 通常人會更難拒絕那個人 所以說剛剛我們講到這種拒絕的東西 如果你一開始不拒絕 同時你要思考到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的人性天性就是 假設你一開始不拒絕了 你後續就越來越難拒絕 也要考慮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建議儘量各位 越早 就是把這個事情處理掉 然後離開 這是 所以一定是最確保這是安全的這個 對 這是最安全的做法 對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學 我覺得有學到很多地方 就是說因為 你覺得會 你會想要 你會想要就是 ignore他 的一個重點是因為你覺得 你會覺得說 他 就是就像你剛才講 他是享受那個過程嗎 所以 ignore他基本上 沒有用 就是用處並不大 他並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說你ignore他之後 那別人旁邊有一個更 更 更簡單 去接近的目標 那可能他就會轉移到他身上 否則的話 ignore他反而就是像你講的 就是 只是讓 然後完全的不做任何的處置 反而是 暴露在更多的危險上面 對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 怎麼講 這個防身的 讀書會可以告訴大家 有很多東西是你可以採取主動的 因為我覺得你ignore他 那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幾乎是因為你沒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或是說你覺得你打不過他 所以 最後才會變成在你的那個 Decision裡面 你的Decision making裡面 你才會覺得 ignore他是你最好的做法 那我今天我也想要順著人性 就是這種 就是我想要告訴你有更多更好更簡單 更容易的方法 你可以去避免到這個危險 那我認為這樣子 大家也會更願意去採取那些方法 而不是我只是單純跟大家說 ignore不好 你們千萬不要這樣做 這個很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千萬不要變成這樣的人 我覺得光是只是講這個可能還不夠 那我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更多的option 幫助你看到說 有更好的做法 那這個時候你還會想要做ignore嗎 我相信你是發自內心的 不想要ignore 了解 我覺得你這個講法很好 因為就像你說 以知識為中心的話 你去分析這個ignore他有沒有幫助 分析完結果就是他如果沒有達到 他施暴的這個結果 他不會結束 所以你ignore他 然後你又只是完全沒有調整距離 完全沒有轉過身來 或者是做什麼動作的話 基本上就完全把自己就是放在他手上了 對 那我也再一次強調 我希望這個讀書會不要變成好像是一個個人權威 這個東西不是因為我講了才是對的 他最後是不是對的 我希望各位自己可以去查資料去查證 你也可以去懷疑我可能講的是錯的 然後你想要去找資料去證明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過程 那我鼓勵大家這麼做 那相反的 如果你發現我講的東西很符合現狀 他就是這個知識 這個奠基起來過程就是正確的 那他也有個好處 因為你會更信任我 你會更信任這個內容本身 而不是因為今天聽了我講 就是最終來講的話 我希望就算今天的講者不是我這個人 他講的一模一樣的內容 也可以對你達到一樣的效果 那就是我希望這個可以達到功效 那有沒有還有想要提問的 就是剛剛都是主持人在幫忙引導提問 有沒有其他同學想要 對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 因為剛才有人有問就是關於這個拒絕的這個過程 會不會造成問題 我在想說不曉得 是啊是啊 我覺得你解釋的非常好 我剛才一直在想他這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用你剛才交給我們的工具 我覺得是理性分析出來 就是說你只是把它推遲而已 對 除非說你家裡有火箭筒或什麼 那你有別的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家裡有別的 譬如說有軍事 你可以改變那個美國的話 你是在引導他進入你的環境 但是如果不是 你只是把這個危險推遲了 並沒有完整的解決問題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不要倒果為因 那 好如果沒有我們就 好我們就繼續吧